以古代的觀念就是 成者為王 敗者為寇 他把國家滅了 所以當然歷史家 對他的評價就不會太高 可是事實上 如果我們從書法作品來看的話 歷代皇帝的書法作品 他大概是寫得最好的一個 我叫何妍權 目前任職於 國立故宮博物院書畫處 研究展覽科科長 那主要的研究方向以書法為主 第一件想要介紹的應該就是 有一件提名為宋高宗的次書 但是其實是宋慧中寫的 那這件東西因為過去清宮 可能因為它上面有一顆印章 叫造書之堡 所以把它定為就南宋高宗的 可是我們從書封跟內容判斷 應該是宋慧中寫的 因為它跟高宗的風格有點差距 那為什麼這件東西比較重要 因為我們現場展了一開 媽祖的天后安然的圖像 宋慧中就是第一個 冊封媽祖的皇帝 等於是說 媽祖其實從得到身先以後 沒多久就開始顯靈 等於是在宋慧中的時候 因為他們初始高梨的時候 媽祖就顯靈 救了這個初始高梨的這個船 保佑他一路平安回來 然後就宋慧中就開始撤封媽祖 對那事實上書法也很值得講 我們可以發現現場其實我們 展了六個皇帝的書法 那六個皇帝的書法裡面 尤其又是以宋慧中這個寫的最好 其他的皇帝跟他比還是有一段的差距 所以宋慧中其實在書法藝術的造詣其實相當高 那他這件次書是寫成五行書體 跟他原來我們常見的壽金書風格不太一樣 整體的運筆非常流暢 用筆非常的精緻 所以是相當好的一件作品 第二件要介紹其實就是一件菜香的作品 小小的一開側葉如果仔細看是 我們可以看到他的用品都非常的精緻 線條本身的品質也非常的好 他在當時的地位確實是毋庸置疑 那這一封信裡面 菜香就提到說唐巡給他一個很好的一個大的宴臺 讓他滿是生香 唐巡接到這封信的同一年就過世 所以這等於是收信的最後收到菜香的一封信 菜香是所謂北宋四大家 就菜香 蘇東坡 黃庭堅 米芙 這四位大宋法家 四大家的之首 那他的地位其實很重要就是因為 其實五代經過戰爭 大部分整個文化其實是進入一個很蕭條的時候 就是能夠傳遞傳統文化的人不多 菜香很特別是我們可以看到他的宋法是比較傳統的 所以他當時在北宋初期 他其實帶有復興文化的角色跟地位 那選菜香這個徹業的原因就是因為 菜香其實是福建補田人 媽祖也是補田人 我們都知道梅州祖廟就在補田 我們就選了這開等於是媽祖的故鄉 補田這個地方很特別 雖然不像我們熟悉的像什麼北京或者是蘇州 很有名的都市 可是他卻是歷史上出產最多近視 所以顯然它是一個人文會萃的一個地方 孫文的天下圍攻這一件為什麼會選他呢 大家可能會覺得很奇怪 那孫文跟媽祖有什麼關係 大家都知道他是基督徒 事實上在策展的過程中發現 孫文在準備惠州起義的時候到了台灣來 那在台北遇到梁啟超 梁啟超因為務需變法逃到台灣來 所以他們兩個就在台北 跑去拜了當時的台北天后宮 對那孫文這個天下圍攻這四個字 其實寫得非常好 那這四個字就是南京中山林 刻在那個牌坊上面的那四個字的原本 對那他送給了這個明偉先生 有香港電影支付之稱的李明偉 他當時為了要拍一個宣傳片 所以請國父寫了天下圍攻四個字 這四個字回來就捐給了台北故宮 我們可以看到孫文雖然不是書法家 可是他寫的字其實也完全不輸書法家 我們可以發現他寫的書法 不管從結構從筆法或者是用筆上來看 都有相當的水準 其實可以理解因為他們這一輩的人 因為他們等於是說晚清末年 他們其實還是學書法 還是用以毛筆為主 當然他們推翻了滿清之後 創建了民國 毛筆使用就比較沒有那麼多 那他字其實很多研究者都有發現 其實還蠻有蘇東波的味道 就是比較厚重 比較便拼 事實上你可以想像 能夠寫出像天下圍攻 那個字其實非常的雄強 線條非常的厚重 你就可以想像 跟國父的那個生平 其實有很大的關聯 就是說什麼樣子的人可以推翻滿清 你就可以想像什麼樣子的人 可以寫出這樣子的字 絕對不是那種迷落不正的人 可以寫出這樣子的字 以書法家來稱呼他都不回國 那種迷惑 我會想像是一種迷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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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尷尬